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我当时进去了之后 我就血脉喷张 特别激动 我不知道它全程是什么体验 全程可能觉得比较保 下来腿就没了 其实从1912年 101年前 带着大家去参观 拍摄过程 有采摘 吃笨鸡蛋是什么的 这差不多 那个地方就叫环球市 是一个city 它占地1.7平方公里 反之70面积 都是摄影房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在下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路的两边都是历史上 他们获奖的影片的海报 你在哈利波特电影里面 看到的任何的东西在那 你基本都能看到 你可以在里面买到那摩托鹰 的玩偶 的玩偶 对不是那个摩托鹰 我甚至一度觉得 当时他在策划这个电影 已经想好要干这么一个 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商品化的 你想给你挖掘的淋漓尽致 让你把每一分钱都掏出来 不仅仅把电影票掏了 你还得把周边的钱都放在这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是金金乐道的品质生活节目 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节目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应该是2021年的9月1号 这是一个什么日子呢 是北京环球影城 它叫环球队度假区 其实不重要 是北京环球影城 第一天开业试运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最近我的朋友圈里 经常有人找我要票 说你有这个体验票吗 然后我就在里面劝大家 我说你最好 别当那个小白鼠去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一开始 为什么人家要有体验票 人家要磨合这个服务啊 磨合设备 所以我说你要不是这个从业者 不是搞媒体 你非得去录点东西的话 你就甭去了 所以呢 一直在这么劝大家 但是呢 又感觉 似乎要给大家一个攻略 就是环球影城 我觉得还是一个挺独特的一个存在 所以今天我叫来了三位嘉宾 厉害了 我一个人对三个嘉宾 我节目里从来没有过 我叫来三位嘉宾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环球影城的攻略 还有环球影城的这些事吧 给大家算是 你可能过两天 人家正式营业了 你要去 大家可以听一下 应该怎么去 应该怎么玩 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攻略 来 我们的嘉宾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嗨 大家好 我是阿福 我在14年的时候 去过美国洛杉矶的环球影城 19年的时候 带着我儿子又去了一趟日本的环球影城 所以你去过两次环球影城 对 但是迪士尼更多 对 一会儿去听阿福仔细讲 因为我觉得阿福是一个主题乐园爱好者 对 没错 来 一姐说说自己去过几次环球影城吧 大家好 我只去过一次美国洛杉矶的环球影城 另外也去过国内的像昏乐谷 方特这些所谓的主题乐园吧 小黑 成了我介绍你们了 大家好 我是小黑 我从来没有去过环球影城 是因为我太年轻了 所以我的那个年价的天数不太够 就是去美国的时间没有 然后想去日本的时候 你今儿不喜欢 想去日本的时候 就是赶上这疫情了 实际上我计划的是21年去 然后呢 没有想到21年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 所以可能后面有机会的话 只能是去 我估计五年内吧 可能会去一趟这个北京的环球影城 这么悲管啊 好吧 那我就说我吧 是吧 其实大家如果听过我们美西的那期节目里面啊 其实提到过 就是我上次跟舒奇去了一趟洛杉矶的环球影城 而且在那个洛杉矶多待了几天 还看了看其他的 比如说时代华纳的影棚啊等等 其实对这个美国的这个电影IP产业 还做了一点小小的了解 所以我今天给他们三个嘉宾做补充啊 大家说说吧 这个你们去环球影城都啥体验 我觉得去环球影城 就好像就是你要去深入体验一下 曾经你看过电影的那个实际的现场的感觉 顺便是玩 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 我觉得在那个影城里面玩的那个体验感 可能比具体具体玩哪个项目更重要 嗯 嗯 比如说我可能14年去美国那个环球影城的时候 这实在是太久远了 而且当时这个玩法 我觉得后面再跟大家说吧 这玩法 再吐槽是吧 对对对 这玩法可能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玩法 呃 我觉得就是19年的时候 那个暑假我带孩子去环球影城 我觉得那个是给我印象最深 那是日本的 对日本的环球影城 因为就是环球影城嘛 那肯定都是这个要奔着以前的电影IP去看的 去玩的 嗯 可能这些体验的项目 无非就是比如说过山车呀 或者就是比如说什么海盗船啊等等 就类似于这种机械吧 但是它更丰富的体验是在于 它这种全方位的所谓声光电 是吧 让你这种沉浸感的去游玩 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而且很刺激 血脉喷张 让你最血脉喷张的项目是什么 你还记得 最 因为那个日本的环球影城 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我我忘了是什么主题的乐园了 它里面有一个 叫类似于叫 什么翼龙飞天的这么一个项目 虽然就是过山车 但实际上呢 它呃 有两个排的队伍 为什么两个呢 一个是你正着坐 就是你面向前 往前的那个方向来坐 还有倒着坐的 还有一个倒着坐的 哦 而且我记得当时 我那个体验特别有意思 它是四个人一排 但是我跟我儿子只有两个人 旁边肯定就有另外的两个游客一起 当时旁边那两个游客 我推测听他们口音 应该是从香港来的游客 也是一个妈妈带着儿子 但是那个妈妈她很胖 就是她需要把那个 就是她那个器械 是一个只有腿部 是一个梯子的 要压到你的腿上 而且卡上之后 一定要把就是 它某一个这个器械的机关 你能看到她应该是露出红色的部分 才是安全的 就卡住了得 对 卡住了 它就底下有一个显示 就是露出红色的部分 但是这个妈妈 她始终就卡不住 是太胖了吗 还是没有腿 是太胖了 是太胖了 没有腿 你这个楼有点歪呀 在吐槽人身材 不不不 关键就是当时 其实做这个项目 为什么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是它过程中 有很多丰富的经历 而不是只是做这个项目 因为你在等待的过程中 这个应该我觉得是 我们整个游园的过程中 做的最刺激的一个项目 当时本身就很紧张 而且排了很长很长时间的队伍 终于排到了时候 坐在那儿了 却走不了 整个这一趟车 它应该有好多若干个牌 比如说至少有十牌左右 这样的若干个牌 但是都走不了 就是因为这一个人卡不住 所以当时她自己也很紧张 她说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又是日本的小姐姐 你懂的 然后她用蹩脚的英语 就跟你讲 你再试一下什么的 她又不太好 上手去摁它 对 因为还隔着我跟我儿子两个人 她在第三个 所以后来就说 你再试一下 你再试一下 她就卡一下 我不知道她全程是什么体验 至少 全程可能觉得比较饱 就摁到腿上 不在肚子上 下来腿就没了 她就是这样全程 然后我们很刺激 当时就是我旁边一直鼓励她 我说你可以 没问题的 别着急 就是当时我真的很着急 又想怎么还不走 她要是上不去怎么办 她下来吗 她还不下来 所以就是 你知道在美国那个混泉泳城 我不知道日本 在美国的混泉泳城 它一般有这种乘坐的设备的时候 它在排队的外面 有一个同款的椅子 让你先坐进去 试一下 你能坐进去 你再上去 劝退很多胖子 因为它上面会标 就是这个项目 要求你体重身高的范围 包括你 比如说你是残疾人 她有没有无障碍的设施 等等 她都会给你写清楚 然后我觉得这个坐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位妈妈应该是没有试一下 这个确实没有 没有啊 没有看到有这个 当时好在她摁下去了 而且我们全程很嗨的 那就是美国胖子太多了 日本 对 就是因为美国有嘛 所以美国胖子太多 有道理 有道理 然后我们就是很惊险 其实这个 但是它无外乎就是一个过山车 对 怎么着它也是个过山车 是 当时因为带着孩子 我们就没太敢体验倒着坐的 但是直到我 昨天跟孩子说我要来录这期节目 他都说下次一定要想方设法 做那个倒着坐的 这也一下子就知道好几年之后了 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而且我觉得这个环球影响成里面 最打动我的地方是 他排队的那个过程 其实也不枯燥 因为你是在电影的场景里面排队 对 今天其实还跟小黑说这个事了 因为我不喜欢去主题乐园排队 他说一切排队 加钱可得 那倒是 在不加钱的情况下 他最讨厌的是排队 其实我也是特别烦排队这件事 但是我在环球影响成里面排队的体验 明显要比在当年世博会排队的体验要好得多 就是因为你在排队的过程 其实就是走进电影的这么一个过程 像我们去的第一个项目做是那个变形金刚 他给到你的 就是在电影里你看到的变形金刚基地的那个场景 所有东西都是动的都是活的 像小黑可能比较这个期待哈利波特 我可以告诉你 他排队的地方就是在他的学校的那个城堡里面 你首先看到的是分学梦 是动的哦 他就在那个排队的 对 然后再进去你看到的就是校长的那个办公室 然后大厅 而且有意思的是大厅里真的有那个会动的照片哦 一模一样的 哦 这可以 这可以 对 所以那个过程一点都不枯燥的 就沉浸感很强 沉浸感非常强 朱峰你哪年去的 我是疫情之前 去完我反正我回来就疫情了 哦 那还很近 对 我去的时候应该他是哈利波特那个园区没有开多久 因为美国那个哈利波特园区是17年开的 对对对 没有开多久 还挺好 挺有意思 真的挺有意思 是 我去的也比较晚 比较早 我是15年去的 然后也是像好多项目可能你说还没有 嗯 但是我我当时的 我觉得我跟那个阿富不太一样 我是有点像打卡一样去体验 然后每个任务每个任务 你都都每个项目都做了吗 并没有并没有 那还挺厉害的 并没有并没有 但是对对我来说就最打动我就是那些科技感很强 然后非常炫酷 然后非常那个刺激那种感官的东西 所以我到现在已经隔了这么多年 我可能留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像什么未来水世界呀 冰金刚那些东西 尤其在那个时候15年的时候 可能国内还没有这么多相类似比肩的这种东西乐园 对对对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 然后除此之外 其实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景点 就是它所谓的环球影城嘛 就一个城 就是无论是在乐园里面还是在出来 它有那个比伏利山庄啊 包括有购物的地方 有中国剧院啊 可以啊 你还能去比伏利山庄购物 并没有 扎卡 第一姐最喜欢就是逛街 比伏利山庄我转了一圈 发现没有我能买的几个东西 我没有转就在门口看了一下 我就感觉整个是一个 可能是说梦幻有点过呀 但是你整个在那种沉浸式的感觉是非常强的 所以可能到了那之后去乐园玩 这样的整个游城的相当于30%的体验 那其他70%体验是在这个游乐场之外的东西 包括那个人偶啊 包括那个什么 那个好莱坞的那个明星大道 那个摁手印啊什么那些 对它可能不是说真的玩什么 但是去那体验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就是可能在国内其他的就没有类似这样的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其实都看着美国大片长大了 确实 所以你真的会有这种非常亲切的这个感觉 而且你会发现洛杉矶那一切 你去到那的那一切都在美国大片里被炸过 比如那个山头上的那个好莱坞那个标志啊 对吧 都在天洋里被炸过 所以去那之后感觉 好像这些地我依稀都来过的感觉 像还有它那个天文台 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 星光大道啊等等 对星光大道去了 对它里面的服务人员确实是金发闭眼的 金发闭着眼的 就真的像电影里的人一样 对吧 它不是说戴个假头套 然后假的那种 所以那整个的体验感确实挺强的 对歪楼了 星光大道上还有这个加勒比海盗等这些演员 可以拍照 收钱的啊 十美金啊 十美金吧 对对对 它也不是那个演员 就是在那做生意的人 其实是 对对对 角色扮演 还有卖自己CD给你的 塞到你手里 让你就得给钱那种 其实也有很多坑啊 一定要当心去那个地方 也有这个 有有有很多套路的 特别可怕 但是所谓的星光大道 其实挺幻灭的 对 它其实就是一条破街 对对 其实所有东西都很 一条小马路 一条小马路 唯一就是比较热闹地 就是那个 那个剧场 跟前那个地儿 中国戏院是吧 对对对 那个跟前那个地儿 可能还好点 剩下点 就是一条破街 真的 大家不用过度期待 或者你要是没去过 我觉得可以不用去了 尤其是开车去 没地儿停车 但是它街上会有敞篷汽车 然后宰着富二代们 小男小女们 对对对 如果你玩过GTA的话 你觉得很有感觉 就是那种感觉 对 其实那个 我觉得就整个的 洛杉矶应该算是一个生态 对 对 这个词很 对 有点歪楼了 我特别 其实我最遗憾的一个地儿 我觉得是我没去过迪士尼 我去过算上五次吧 有一次是香港迪士尼 是第一次去 那个是14年 然后在15年去了两次日本迪士尼 我钱 你真的主题公园爱好者 真的是 然后你去过奥兰多那个吗 没有 没有 你不觉得无聊吗 总去总去 不每个迪士尼 都有每个迪士尼的特点 有乐趣 而且我最喜欢的 就是今年是去的上海迪士尼 但是我最喜欢的 还是 就我去过的这几个 香港 上海 和东京 还是最喜欢东京的迪士尼 其实它跟环球影城 它只不过是 IP不一样 可能主题不一样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但是沉浸感是一样的 就沉浸感是一样的 那因为你是亚洲人吗 跟这有关系吗 我觉得跟这个没关系 因为 刚才朱峰说 大家都是看着美国电影长大的 应该说我是看着 美国动画片长大的 对 就真的 就是除了 就是咱们小时候 看那些中国动画片 当然也印象很深刻 但是美国动画片 是一直伴随到我 到现在这个年龄 一直还在追 还在追迪士尼 皮克斯的动画片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 让你会特别兴奋 对 特别兴奋 它是有那种 它是有那种 就是代入感的 非常非常强 对 我能够概得到这一点 那天我在日本 跟那个朋友聊天的时候 特别有意思 就是因为 我那阵在日本 有些员工 就是当地人 然后一起去KTV 然后唱什么歌呢 对 唱大家都会唱的呀 然后唱是 灌来高手的主题歌 嗯 大家非常嗨 因为大家似乎 通过在那一刻 被拉入了 同一个语境下面 是 是同一种快乐 同一种快乐 会拉到同一种快乐 但是 当时我们出来之后 我就跟舒淇在感慨 这件事情 你说现在的小朋友们 到了这个岁数 跟国外的同龄人 还有没有这种共鸣呢 海妈妈 其实现在的小朋友 你看海外动画片的机会 确实不多了 所以你专门去找 他们看的动画片 也是我们小时候看的 嗯 还是 他们也 对 我儿子还在看灌篮高手 对呀 还是明日探科男 然后你经久不衰的狮子王 还是 还是这些 我觉得现在缺乏共鸣 这又歪楼了 缺乏共鸣的一个缘 没事咱不怕歪楼 嗯 就是因为咱们小的时候 都是看电视 对 我没有主动选择的权利 我只是被动在接受 现在大家都是在网上看了 对 大家就是 差异化多元化 现在可能孩子们的选择 也太多了 嗯 就有的家长可能就选择 看什么原版的英文动画 对 我这要说这个事 现在好多小朋友都看的 原版的英文动画 我太厉害了 我觉得 这个我是盖得不到的 我还认识一个小朋友 看原版的日文动画 而且他妈妈说 他看着看着这动画片 就会说日语了 嗯 小孩是有这个语言能力的 有这个习的能力的 理解不了 想象不了 对 真的是这样 所以 哎呀 就总感觉我们走进 别管是环球影城 还是迪斯尼 我们走进的时候 就觉得是融合到了 这样一个IP里面 嗯 而且我觉得这些主题影城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不让人觉得尴尬 就是比如大人去了 他不会觉得很 很无聊 小孩去了 可能也不会觉得特别枯燥 所以它这种结合点 我觉得是特别能够吸引人的 就是可能我们去某些游乐场 哎 大人就觉得 哎呀 什么呀 小孩玩意儿 什么的 但是去这种地方 就不会有那种感觉 对 因为我们有童年的那些记忆 或者它本身设计上 也有一些 比较人性化 或者他认真在做这个主题 而不是说圈钱 或什么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特别能够让我们 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包括可能 阿福多次去也会有 虽然他是带孩子去 但是他自己也会感兴趣 不只带孩子去过 也带老人去过 15年的时候有一次 15年9月份吧 我是带着孩子的奶奶 和孩子的姥姥 我们一起去的 就是老人也玩得很happy 在里面 也做那道 做那棍 那个可能够强 迪士尼乐园 我们去的是迪士尼 迪士尼相对 它那个项目的刺激城 没有这么刺激 而且我觉得环球影城 也没有这么刺激 我就比较一下 这不是批评谁 就是我说北京昏乐谷 或者是天津昏乐谷 你做的那些东西 其实你就是在上面 摇元宵 它必须要追求一定的刺激 你才会有意思 但是像这种 有IP的乐园的 一个最重要点 其实是你在沉浸在 这个场景里面 它这个设备 是不是刺激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对 你看我去这个 环球影城的时候 我觉得最刺激的那个 我不知道你去没去 就是那个木乃伊 复仇 木乃伊复仇 那个项目 可能你们去的时候 那个项目还没开呢 有可能 对 是木乃伊 那个电影的IP 然后那个里面的 过山车是 我觉得是我做 这些项目里面 最刺激的 就是来回摇吧 但是你是在一个 比较黑暗的 一个室内的空间里 反正你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反正是很剧烈 我觉得也就不过如此了 其他的其实没有 这么大的剧烈感 包括你喜欢的哈利波特 他其实也没有 这么大的一个剧烈感 你是在上面是摇 但是更多的 你是在欣赏他 欣赏这个IP 我觉得这是一个 天差地别的区别 而且我觉得就是 我去这个 不论是迪士尼也好 还是环球影城也好 我觉得他们对于 年龄甚至身高的限制 都要求的很低 对 你看我如果去欢乐谷的话 因为我曾经是 欢乐谷年票拥有者 去欢乐谷的话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 他是深的 说是带孩子玩 其实自己玩都还 对 他都要求 比如说有一米一以上 一米二以上 但是在迪士尼里面 几乎好多项目 都是98厘米以上 或者102厘米以上 是是是 就是你说到这个 因为刚才你说 那全黑的那个 我想起来 去香港迪士尼的时候 有一个 就是玩具总动员的主题 那个区域 叫飞越太空山 他其实就是一个 里面漆黑一片 像星际 然后坐着那些过山车 在里面 其实他的那个摇摆的幅度 还是很大的 他的要求 我记得就是102厘米以上 但是我儿子当时102厘米 也就三岁多 他在里面的时候 我真的很恐怖 我真的觉得 他脖子会被甩蛇了 但是他有这个标注 我认为当时应该就是安全的 对 他怎么这么的精确 还102厘米 对 关键是他能记住 因为他要看嘛 他才知道 他的儿子能不能坐嘛 对 而且他们就是 像我们这种戴眼镜的 戴眼镜的这样的游客的话 你要在荒豆骨 他就要求你 把眼镜拿下来 把钥匙拿出来 把这个拿出来 那个拿出来 什么都要摘掉 因为他那个太剧烈了 真的是要摘 但是在环球影城 就不会这样 你都可以戴着眼镜去体验 没问题 你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 就清晰的去走这个全程 就不用摸摸乎乎的那样 其实我都是戴眼形 我要去这种地儿 我就是比较怕眼镜被甩出去 但是这里有一个技术上的点 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非常有意思 像荒乐谷中的那些过栓车 都是那种比较老式 那种练条式的那种过栓车 其实它那个东西是比较剧烈的 而环球影城现在绝大多数 不能说绝大多数 一大部分吧 这个游乐项目 它用的这个驱动系统 不是那种过栓车的驱动系统 它其实即便你看不见 它其实也不是在一个轨道上乱跑 不是那种 它其实是你的椅子 后面有一个液压的掉壁 把你掉起来 然后在那动 其实你原地是没有动的 它是换前面那个屏幕 我懂了 对 所以这个情况下 你是非常安全 因为你即便掉下来都没事 它只是椅子在动 基本上原地转圈 就是原地转圈 这个我有体验过在那个方特 方特也有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然后前面是一个六层楼的一个大的屏幕 它那个叫什么飞跃什么 我忘了 但是我是因为工作原因去那儿 然后做这个体验 然后我听他们工作原因说 就是每一场下来以后 其实下面都有掉落的鞋 它不是真正的要动吗 不是 但是你的座位在动 就是椅子在动 但是它这样这样动 然后所有人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的那个人的脚 就真的会有鞋啊 表什么掉落下来 对 像那个哈利波特那个项目 它就是一个掉壁 但是下面就是地面 你即便从椅子上没做好 掉下来了 你无非也就摔个屁堆 对 但是说到哈利波特那个项目 我觉得我做那个项目的时候会觉得很晕 那是挺晕的 那个奎迪奇在线打奎迪奇那个 我们剧透了吧 下次我去就不做这个 那你就没得玩了 你们就选哈利波特了吗 是啊 但是晕的我有点受不了 奎迪奇是模拟他那个 就是他们打比赛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你是以第一视角 坐在那个光额亮先生 对对对 然后你去跟着他们去打比赛 明白 但是他其实是前面的画面 在不停的晃动 在晃 是画的画面 你把眼睛闭起来不就不晕了吗 那我还坐他干什么呀 我试了 我试了 我确实闭了一段时间眼睛 确实不晕 是吧 对对 稍微调解一下 因为你就是感觉椅子在轻微的 它在晃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还是可以去的 对 是 说到这个项目 其实我有一个趣闻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项目 当时我们去日本的 环球影城的时候 是我和另一个妈妈 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 我们到环球影城 当时玩的时候 其实是分头玩了 但是我们后来又不约而同的 来到了哈利波特 这个主题展区 要去做这个项目 它这个挺有意思的 你入场的时候 它是走一个好多 来回盘旋的这个通道 然后你走到这个 霍格沃斯学校里面 走到这里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 就像电影里面看到的 它那个可以说话的 照片 对 照片 可以说话的这个画 油画 然后还有各种 这个很现场感的那种 感觉的这样的展示的东西 模拟现场的那种 但是它走到一半的时候 它有一个人 会在那跟你讲 就如果你要做项目 好像就应该 往一个方向转弯 然后如果你要是 只是参观里面 就往另一个方向转弯 其实当时 我可能是认为 我要转的这个弯 就是去排队做项目的 但是我转错了 然后我进去之后 我发现 大家怎么都不着急 都在那慢悠悠的拍照 就根本就不急着去做项目 就我们可能去那 就想着 我赶紧要排上 我要去做这个项目 我到后来才发现 我到了 即将要进去做项目 那个地方 跟人家会合的时候 我跟他是在两个通道 他们要进去之后 把你的包啊 什么的要存起来 说明那个项目 确实很剧烈 你要把包什么的存起来 然后给你一个卡 类似于拿那个卡 你再进去去做 这个具体的项目 但是当时我碰到的 我的朋友 他们就进去了 然后我说 你不是跟我一样 拐到另一个方向了吗 只不过我们可能 前后不一样 他说因为他不会说英文 到那之后呢 那个日本小哥跟他 几里挂拉几里挂拉 说的特别多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就说我就是在这儿啊 我一直就是在这儿啊 后来人家就一看 实在是无法交流 就给了 就直接扔进去了 就让他进去去做了 然后我 然后我跟我儿子 就在排了好久好久 才坐进去 这算是一个攻略吧 装听不懂是吧 假装听不懂 所以日本的服务 还是很好的 就是你在那个园区里的体验 因为我们毕竟 就文化还是相近的嘛 就是这个体验会很好 我觉得在美国的那个地方 总之我觉得就是 好像没有那种安全感 是吗 我觉得咱俩正好相反 是吗 我觉得在美国 可能安全感比 在日本更强一点 因为这俩国家 我也都去过 但是日本的 语言相通吗 对 我觉得就是日本人 那个英文 我就是确实是有点头疼 对 但是在美国 就没有这个障碍嘛 就还好的多 而且日本人太客气了 我总觉得 有点对不起他们那种感觉 就是美国人就更大道烈烈啊 那种比较扯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更像天津人 嗨 我还有一个感觉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我在回忆的时候 就感觉 好像美国的环球影城 其实并没有多大 就是我感觉 还是因为我当时是跟着一个导游 他带我们走 没有走运运路 我又觉得 你们俩是一起是吗 跟着导游一起 先后脸 两波 两波 对 就是我的印象中 就好像就是很紧凑 整个过程 但是我在国内 不管是欢乐谷 还是方特 我总觉得有大片的空地 对 就是我不知道是我印象有问题 还是说本身就是这样 只有中国确实地大物博 但是大片空地就意味着 有确实很多地方 是你会出戏的 就是你体验的再好 你一出来一片水泥地 或一片大草坪 就好像已经出了那个感觉了 我不知道是我 你不是你的错觉 这个确实是存在的 就是首先美国的环球影城 就是洛杉矶 我们指的美国环球影城 特指洛杉矶那个 它其实是分上远区和下远区 它有个电梯连着 对吧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影棚 对吧 它为什么会是出现这种情况呢 咱就可以从这个环球影城的由来 可以讲 这个环球影城 你们猜是什么时候有的 就是这一片地 是什么时候有的 其实从1912年 就有100多年前 102 101年前 跟科技还关系不大 那个时候已经有 当时其实洛杉矶那阵 它在发展这个电影产业 当时那一片就是摄影棚 一大片的摄影棚 然后从1930年之前 就有了环球影城的这个雏形 是什么呢 就是带着大家去参观 拍摄过程 但是为什么当时能参观 你们知道吗 是因为当时拍的都是末片 没有声音 不用台词什么的 对 最早些电影不是 都是没有声音的吗 后来才发明了音轨这些东西 那个时候已经有参观的 然后他们就这边在拍 观众在后面参观 横电一日游 但是还不一样 你知道是什么吗 它是农家乐 怎么讲 有采摘 吃笨鸡蛋是什么的 就差不多 因为洛杉矶那一片 洛杉矶旧金山 就是大湾区这一片 其实它是生产葡萄 樱桃这些东西 到现在其实也是 你要从那个洛杉矶 旧金山往洛杉矶开 路上好多采摘园 职业表发的 就是农家乐 你知道吗 当年 但是30年以后 就是因为这个有声电影发明了 就是末片时代结束了 我有声音就怕这个观众去干扰他们 这个时候这个影城参观这个项目就停止了 当时你知道参观一次多少钱吗 25美分 美分 好便宜 很便宜 就是那两小车 拉着你去转一圈 然后再拉到这个采摘园 采摘点东西回家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大家主要可能为了采摘 农家乐 我觉得也是 我猜当年 因为当年的电影还不是主流产业了 我猜可能 为什么有采摘 那是因为 可能主要还是大家想弄点吃的去 对这是当年 然后从这个1964年 其实才重新开放 但是当时开放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个游乐项目了 就是他把电影IP啊等等 这些东西就放进去 应该当时游乐场的一些设施 也发展起来了 是吧 对 那些游乐场啊等等 那些再加上这个影城参观 它就组成了环球影城的初行 所以那片地呢 其实并不是给你做影城的 影城是它的一个附加项目 人主要大片地是摄影棚 又是咱会讲他那金举 咱去参考那个摄影棚 那个过程 他其实大部分是摄影棚 那一块只是 我单独弄出来一块地 它是一个附加产业 但只不过后来 它扩展到国外 专门做了影城 这样一个项目 可能就会遇到 我们说这些问题 一走出去就出戏了 是因为它没有别的 但是它那个地方 是整个在这个生态里的 你出不了戏 你走出去 它也是摄影棚 对 你根本就出不了戏 所以其实是这样 然后其实它有一个转折点 其实是在2017年 就是哈利波特这个项目开放 真的直接让它的收入翻番 大IP 这是一个大IP 它为什么能这么大的力量 就是哈利波特本身 这个IP本身的力量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哈利波特的这个版权 并不在环球的这个手里 不在环球制片的手里 是在时代华纳的手里 它其实是从时代华纳买来的版权 双方合作来做的 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就从2017年开放之后爆火 这个投入太值了 那就说明就是所有环球影城里边 那个IP都不如 哈利波特要强 对吗 因为它这个 目前来讲 我们只能说给环球影城的这个项目 这是一个单独的运营公司 来运营环球影城 现在 就是在这个集团之下 目前来讲 给单品给环球影城 这个项目贡献的利润 哈利波特应该是占比最大的 还有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 其实也是买的IP 也不是环球的IP 还有侏罗纪公园啊 什么的 对 侏罗纪是环球的 是它自己的IP 对 所以这个 是这么一个过程 反正这个东西 你想人家干了100年了 所以它整个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100年的时间 然后把中国的这个主题乐颜 发展起来 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 就是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 这么一个过程 后继勃发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 跟它电影产业的发展 都是密切关联的 它本人 什么叫这个 我们总说一句话叫什么 对 先有环球市 再有洛杉矶 这个环球市 就是环球城市所在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叫环球市 是一个city 这个环球市是洛杉矶 唯一一个的非建制城市 什么叫非建制城市 就是这个城市不归政府所有 是归私人所有的 这个城市 叫非建制城市 它占地1.7平方公里 70%面积都是摄影棚啊等等 这些东西 它就是一个大的电影产业 就是横电 我觉得它特别像横电 但是这是私人所有的 那它算是最大的环球影城了吧 在全球 它不是最大的 但是它是原生的 我们可以讲 北京现在是最大的吗 这个我数据我没有查到 对 但是它肯定 洛杉矶那个肯定是不是最大的 所以这个原生的 还是原生的味道最浓嘛 对吧 而且它在这个 整个过程中 刚才能说到 从1912年开始建 其实特别有意思 这个地儿不知道怎么着 特别着火 从历史上着了九次火 就不停的你会发现他们在着火 所以他们的设施可以不停的在更新 所以他们火了 但是有一年的火着的非常大 是哪一年呢 是在2008年的6月1号找一次火 这个时候厉害 它不是把摄影棚毁了 也不是把游艺设施毁了 它把它们库存的胶卷都毁了 那损失太惨重了 据说是有5万多份存档的 这些电影副本都被烧掉了 就是从1920年积累下来的 好多胶片啊 就是当时最原始的这些资料 都被干掉 太可惜了 安全生产差一点 因为你想啊 它的这个摄影场地 其实是在不断的翻建 它换一个电影 它可能就要重新装修一遍 那些场地 它就会存在大量的这种起火的机会 而且它是在一个山林里 对 它那个山火 这九次里面可能有三次 是因为山火给它点了 因为那一片就是非常干燥 我们有时候去美国 总会遇到他们找山火呀 等等这些问题 特别干燥 所以这个就是特别容易过火 这个也特别有意思 最近一次反正就是08年那一次 而且洛杉矶这个总店最好的 我觉得就是那个 影城游览那个项目 这是传统项目 就是刚才我说 当年人家跟农加勒一块干 一直干到今天 现在还能采摘吗 好像不能了吧 你不是也去了吗 做一个小车来 有一路看大家在拍摄什么的 是那个吧 对 我印象中有那个 你去了吗 应该是去了 包括那个什么 要没去就太可惜了 地铁着火 对 对吧 什么飞机什么坠落什么的 反正我印象中是有这个 它是有几个场景 就是你车开出去之后呢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是有洪水的那个吗 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这个车开出去之后呢 它先下坡 因为你上车的地 在它的上区 在上远区 然后它要开车 从一个坡道下到下远区 因为下远区外面那个 才是影棚那一部位 然后在下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路的两边 都是历史上 他们获奖的影片的海报 不记得了 太遥远了 从二三十年代 一直到我们去的时候 最后一张海报 是绿皮书 特别牛逼的一趟大道 你就看吧 然后其实我们不是最激动的 因为我们开始看美国大片 其实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 但是跟我们一辆车 那些美国的老头老太太 哎呀就特别 对这些东西就特别亲切 那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看过的电影 是从战舰 播将军号开始吗 我忘了第一部是什么了 反正从末片时代 卓别林娅什么的 一直到今天 两侧 那个马路的两侧 那个坡道两侧 全是海报 然后下到坡道的最下面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就是51号消防站 那是美国唯一一个 在非建制单位上建的 公有的设施 公共的就是国有的消防站 消防设施 那是应该是唯一一个 如果没记错的话 而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美剧 叫Emergency 这部美剧 就是在这个消防站里面拍的 反正总着火 对 所以这个消防站也没杀中 我还以为是 这个消防站的建设 就是因为他们总着火 才建了这么一个 不是 它肯定是标配嘛 现在它也是在正常运营 但是我说的这个Emergency 大家注意 这个我们当时也是误解了 不是我们现在看的那个美剧 叫911Emergency 不是那个 是Emergency 是一个上世纪的美剧 所以那些老头老太太们 就特别兴奋 因为他们小时候 从电视里看到 那个消防站就是他 所以它有一个文化积累在这 对 积淀在这 对 然后再往下就会进到山洞里 看那个金刚 是一个3D 4D的算是 能动吗 那个很震撼 我觉得那个很震撼 突然从那个隧道两边 就进来好多猴子 对 而且它那个车 好像能卡在里面 卡在上轨道上 对 是可以动的 等于是4D的 它有这个震感 然后再往后就是看到了 我们在美剧里看到 他们拍美剧是用的车 比如说大黄蜂 那些车 它就在马路两边拍着 我记得还有一辆北京吉普 包括拍猪楼镜公园 是用的那个大球 您记得吗 就那个些东西都在路边拍 我们去的时候 那片子还没拍出来呢 好像 对我估计当时没有 不是啊 一啊 猪楼镜公园一里用的呀 有的 你可能记不住了 没有印象了 对 然后再往后就是那些电影的场景 什么大白沙呀 洪水呀 就是那些东西 然后一直就是把这个过程参观完 如果路上可能在某个地方 然后你会发现你那个 因为你坐是一个火车嘛 小火车那样好几节 然后你会发现 它那个屏幕里面会显示 现在你不能说话了 因为前面正在拍摄 然后那个车默默就开过去 他就不再讲了 然后你会发现旁边正在拍剧啊 他们在工作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最后再回来 也有一个美辆车 有个导游是吧 有一个导游在那嘚巴 对对对 这个给大家一个攻略 如果你们去美国的 环球影城的时候 一定要选那个中文导览 对 我们好像当时就选的是中文导览 是个华人小姐姐 那还不错 我选的英文的 听得我这个难受 那你都能懂 懂不了 因为有些剧 咱对不上号 对 而且他同时到某一个场景 他那个小屏幕也会演这个 当时的那个情况 对对对对 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 那这这种情况 我还是想去一次的在 但如果让我半年卡 我未必 不是他年卡 那个没年卡 不是 你半年卡 你一年都在那待的是怎么着 我相信北京环球影城会有年卡的吧 我觉得会 对这肯定会有 上海迪士尼就有年卡 对 为什么让大家去洛杉矶这个呢 就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 跟电影制作单位在一起的 环球影城 别的都是单拎出来的 它其实跟电影产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都相当于你去 你吃牛肉面一定要去兰州一样 反正就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深度的影迷 真的 它虽然面积小 但是它的历史底蕴是非常丰富的 你就看那天海报就能把你震撼死 阿福不是觉得日本那更好玩吗 对 而且就是 现在我有点说不出来 因为毕竟我觉得两次去美国和去日本这个玩法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去美国那次玩呢 可能更多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你有人引领你去做几个必须要玩的项目 比如刚才你说的那个 朱峰说的那个 坐小车去游览整个电影 制作过程的那个 所以但是去大阪的这个影城的时候 我完全是可以自主支配我的时间的 就是我在那 对 所以你的体验就会 印象会更深刻一点 对 而且我记得当时玩的时候 特别有意思的 就像跟朱峰也交流过 不完全是你要做那个相应的 娱乐设施 娱乐设施 它有很多 比如说像有一些演出 在日本的 在日本的环球影城就有进击的巨人 那个演出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 这是日本的特色项目 这次北京环球影城是多出来一个公库熊猫 都是当地特色的 不是 你说这个演出是 是真人演的是那种 对 有真人和整个 设备配合 自立的那种效果 对 就他有这个演出 就是有时候会有这个 比如说椅子 就会动一下 或者人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其实这样的演出 也挺多 但是就因为他有这个IP 就是现在流行这种沉浸式 对 沉浸式 所谓沉浸式看电影 对 而且他说的其实全是日文 你在进入那个 他说是日文 对 这我不就疯我吗 我看的那场是日文 其实基本上也看不太懂 而且《金阶级巨人》 我看的很少 只看了前面几集 但是大概知道这个 他这个故事的构架 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排队 他比如说到几点 就可以这些人呼呼全放进去 他有一个大厅 他这个大厅就类似于 是一个基地 或者实验室的 这么一个设置 应该是跟影片里面 是配合的 它会上面 也有着真人的演出 然后大家都在底下等着 其实等的时间挺长的 但他演出一直没停 你就忽然听到 他日语又起来了 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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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 然后你就看一下 待一会又出一个动画 然后好像帮你再回顾 整个前情 等你进去再坐到那 看那个演出的时候 他就只给你展示一个局部 而且是很热血的那种 就像日本动漫 很热血的那种 如果说日本的 有一个沉浸式的 哆啦A梦的 我一定要去 难道不是海贼王吗 不不不 还是哆啦A梦 关键是 哆啦A梦不是 问题这都不是人的IP 对不是人的IP 所以实现不了 你可以去那个 哆啦A梦的博物馆去看 对 哆啦A梦博物馆 没去过 下次有好多遗憾 没去的地方 对 而且哈利波特这个展区 真的是这几年 刚才我们说了 他为环球远程贡献了50%以上的收入 现在 确实是很赞 我不知道你去这个日本 哈利波特这个园区是什么感觉 你不还买好多东西 就是觉得我进入 今天阿福带来好多道具 什么魔杖啊 黄油啤酒啊 对我当时进去的之后 我就血脉喷胀 特别激动 你也是个哈利波特迷 对哈迷 真的进去好激动 你一进去之后 我印象中好像 你进到那个园区 右手边就是 九又四分之一站台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九又四分之三 假哈迷 我是真 真乐远迷 学生不好 对对对 记忆力不太好 九又四分之三那个站台 可以在那上面 好像他也是有 他有个列车友 可以跟你拍照 对有拍照 然后好像也有 也可以有互动 我记得不太清楚 但是当时人很多 我就没有去排队 但是真的是很激动 然后每走两步 就看到卖黄油啤酒的 这个黄油啤酒 它那有两种规格 一种是给你一个 一次性的塑料杯 一杯 相对就要便宜一些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今天带到 珠峰这来的这种 是一个 真的那个杯 像啤酒杯一样 但我要打断一下 我觉得你这个杯子 你拿过来 真的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沉浸式的 那种感觉了 我拿点啤酒给倒里 因为里面没有黄油啤酒 也还是没有感觉 是那个环境是吧 对 你就要到那个环境 拿着这个杯子 喝那个酒 对 而且它那个口感 可以说吗 现在 不算剧透吧 这个喝的时候 特别像 加了奶盖的格瓦斯 对 它是没有酒精的 小朋友可以喝 对 但是喝着会有一点 酒精的感觉 但是它确实是没有酒精 它是有发酵的 那个格瓦斯的那个感觉 但是没有酒精 然后上面给你加了一层奶盖 所以就像黄油一样 你当是奶油味道 真是不记得了 我在美国买 好像是五刀 大概我印象中 可能三百五 三百五十元 那十五块钱 三百五十元 四十块钱吧 一杯奶茶钱呗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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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也许我记错了 这个我向来记忆力 不是特别好 反正就是当时 你都记住了 你这记不住 这不是他花的钱 你看要不就是刷的卡 对刷卡 对 全程都可以刷卡 所以他记不住 就是不能用支付宝 有点麻烦 刷卡还是很方便的 就当时是买的这个 另外我觉得进去之后 有这个 那叫什么 什么沃德村来着 霍格莫德村 没错 就是霍格莫德 就是那个双胞胎 双胞胎去开了一个店 开了一个卖奇奇怪怪的 那个东西的店就开在霍格莫德村里 我印象中 是吧 哈迷来讲 我们不要白头了 哈迷就突然发现没get到 我还真没get 我真不记得有这么个 你是不是哈电影迷 不是 没看过书 我都看过 但是我看的时候可是六年级 记不住了 你再看一遍吧 我是在二十年前 六年级开始看的书 然后最后一次看电影是在 18年去南非的路上 去南非的路上 在飞机上全 把电影又都看了一遍 我其实啊 就是还是童年的记忆比较深刻 是在第一步到第四步 可能这个村难道是出现在后三步里面 还有什么可以回忆的 对 我可以讲里面的布局 然后让哈迷帮我去对号 进去之后啊 他是先有一个这个牌坊 牌坊 牌坊 就是一个大门洞子啊 进去之后呢 右手边就是 我那天看了 北京环球永城也是一样的哦 大家可以遵循这个攻略来走啊 进去之后 你的右手边就是九十四分之三镇台 那边有一个猎声银 可以跟你合影 然后呢 再往前 你的右手边是有很多的这个纪念品的商店 你可以在里面买到那摩托鹰 的玩偶 的玩偶 对 不是那个摩托鹰 对 然后还有一系列的就是周边 比如抖篷啊等等这些东西 都可以买到 对 摩托也可以买到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在那个商店里买一个摩托 嗯 一定要买那个智能摩托 嗯 哎 这个时候 嘿 又是我家那响了 对 然后买好摩托 拿出来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商店出来的对面就是对角像 嗯 啊 它里面是另外一个这个也是卖东西的地方 其实你可以买到这个剧里面存真的存在的这些东西 什么那些放屁的那个糖 对 就在霍格莫德村 这是在对角像 是吗 对 它那个地儿叫对角像 它是在开学之前买的这些东西 对 然后呢 在里面还有一间卖魔杖的房子 你进去之后 里面的这个老阿姨 就是那个老的魔法师 嗯 她会挑一个小朋友帮你选一个魔杖 就是非常沉浸 就是那个魔杖商店 嗯 就得是魔杖在挑我是吗 哎 对对对 它就是给你那个感觉特别有意思 它是 比如一次进去十个人二十个人 然后他选一个小朋友出来 然后 给你挑一个魔杖 就特别沉浸的感觉 你看你没去过吧 日本不是这样的 什么 很多 很优积 有可能是太急了 就进去随便那个感觉 它那个商店是要排队才能进的 哦 不是 然后从那个商店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卫生间 哦 就是那个闹鬼的那个卫生间 啊 淘金娘 对 淘金娘 进去之后他还说话呢 对 他还说话 这个我绝不敢进 这个 人多没事 你放心吧 对 他有正常的卫生间 但是他设计成那个淘金娘的那个 在那个卫生间 对 然后你再往前 就是 几个餐厅 就是有卖黄油啤酒的 嗯 然后呢 其中一个餐厅就是哈利波特里面 他家吃饭的那个 原版的那个样子哦 那个大餐厅 原版的样子 嗯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点餐 点的餐也是 那个电影里面 或者那本书里面的那些 有的东西 是他们在学校里面 然后在一个大长桌上 对 就是那个地方 一模一样 然后也是这样刷就变出来 那倒不是 你自己端去 然后再出来 再往前就是 清华合唱团的那个舞台 嗯 然后他现场会有一些表演 有的时候 嗯 再往前就是那个城堡 好大的一个城堡 很高很高 你就排队进去吧 嗯 然后城堡对面是一个过餐车 那个过餐车 是 你可以坐在过餐车上 经过 海格老师的那个小房间 小屋 嗯 就进到那个房间里 再钻出来 那样一个过餐车 是 你说的是那大胡子的那个 对对对 海格的小屋 嗯 对对对 然后呢 你就可以进到城堡里面 去排队 那城堡里面 当然东西就更多 就像刚才我说 有那个会动的画啊 会说话的话 然后他们的演员 就是原班的演员 还录了一段 欢迎你的视频 你进去之后 是很有沉浸感的 来欢迎你 给你介绍 这就是我们的学校 那边是校长的房间 等等 他一介绍一通 然后你就走 嗯 然后直到看到那个分月帽 你就可以去做那个设备了 但是分月帽的这边 可能是设备 那边就是商店 你已经去了商店那边 记得好详细 对 这个分月帽 你刚刚说是在排队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分月帽 对 然后在 然后进到城堡里面 分月帽 他会给你分吗 不会 他就是一个洞的 他就是雇佣 他就是一个展示 就是雇佣 还会说话什么的 然后你在哈利波特电影里面 看到的任何的东西在那 你基本都能看到 包括那个镜子呀 那那个楼梯呢 就是会动的 那个会转 那个楼梯也有 会转吗 我不记得 那个我印象不深了 还有他们的宿舍可以进吗 宿舍没有 就是只有那个教室 校长的办公室 这些地方 对 虽然是公共区域 但是他那个商店啊 所有的商店里面是卖东西的 但他外面那个橱窗 都是跟真实的 在书里面看到那个商店的布置是一样的 是一谋一样的 对 比如说他 里边有那个会动的奎地奇 但是动 他就给你捆上了 其实是那个鬼飞球吧 是叫鬼飞球吧 他的最大的那个 最大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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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在那一直在动 然后还有这个巧克力挖 巧克力挖 卖巧克力挖的 我买了一个巧克力挖 我觉得你说那个 那个球的时候 一定要旁边拍上那个音乐 他有很多 就是他在那里面 包括就是还有一些植物 我记得好像有一些植物吧 有那个植物 他们上课的时候 也会在橱窗里面有展示 还有那个 他那个叫的声音特别大 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人会带着一个耳机去摆弄那个植物 那耳机也在 哦 就尖叫的 对 尖叫的那个植物 知道知道那个 他有一个史外的部分 那你们可以拿那个 我们说的好业余的感觉 你们可以拿那个 拿那个魔杖可以就念中 那个不可以 他魔杖是这样的 他魔杖你买的时候 他里面会附赠你一个地图 至少我在日本是这样的 他会附赠你一个地图 他告诉你 在这个村子里面的哪个地方 你可以去应用你这个魔杖 嗯 然后他会给你指示 这个地方你要怎么样 画出你这个魔杖的 空中的曲线 就能唤醒他那个设施 然后比如说或者是喷水啊 或者是出气泡啊 什么类似于这样的 你们知道 我见到一个 就是最会玩 环球影城里面的 这个哈利波特这部分的人 是我在抖音上 刷到的一个老外 他自己就是一个 魔术师 当魔术碰上魔法的时候 碰上魔法城堡的时候 就会特别有意思 他自己在这个 这个魔法城堡里面玩的时候 在各种变魔术的过程当中 就还原了这个这个 更加沉浸式的一种体验 怎么感觉有点细经上身似的 比如说他会坐着那个光轮2000 然后这样飞过去 对 可以买光轮2000好像 有 然后他也会 你看到的一切东西都能卖 然后他也可以拿着那个魔杖念咒语 然后他用魔术嘛 然后那个羽毛就飘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会玩的 在那里也有 可以 就是刚才阿福说的那个地图嘛 你打开那个地图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位置 然后地图上还会标记 你应该怎么样灰魔杖 才能激活它 它有几个可以激活的点 我记得不是特别完整了 有一个激活的点就是那个会写字的语谋 你送他一挥 然后他就开始写字 然后还有一个是葵姬骑那个箱子 他会自动的打开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开门 就是你送他一挥那门就开了 然后还会放炮 晚上他会亮 对 还会亮 还有那个火车 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 火车是可以冒蒸气的 你送他一挥 他会冒蒸气 就是有好多地方 你都可以用你的这个 这根智能膜上去激活 但是这个东西啊 你千万不要人多的时候去 为什么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人多的时候去 就是 就是你很容易出戏 你知道吗 大家都的 一堆人排队在那挥 特别出戏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哈利波特能带动50%的这种壳量 他可玩的又太多了 就好像这种互动感 对 他这个电影IP的沉浸感 这个渗透 其实做的 我甚至一度觉得 当时他在策划这个电影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要干这么一个事情了 他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商品化的 你想想 太厉害 所有东西都存在 而且我不知道美国的是什么样 在日本 他那个可以用魔杖互动的地方 其实都在特别后面的这种角落巷子里 都是这样的 对美国 他那个布局是完全一样的 我这次看了北京的那个乐园的地图 我发现一模一样 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能记这么清楚 是因为我先看了一遍 然后我就再根据我的照片去回忆一下 我发现是 确实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能想象到 到时候就看哪人多 肯定都在那看这件事 真的 真的 就是 而且 但是我觉得当时体验感不是特别好 就是你按照他的那个 有时不准 对 很不准 他经常你做了好几遍 然后他还没有任何反应 就是因为你旁边人 说明那个魔杖 旁边人还在挥 就是他会干扰你 但是我觉得日本的秩序真的很好 就大家都没有人干扰 就是你在那做 但就是做不到 你就很着急 觉得后面排了很多人 所以说明那个魔杖没有挑中你 魔杖买错了 魔杖没买准 对 所以一定要买一个这样的魔杖 特别好玩 这一个魔杖也不便宜呢 人民币 反正我在美国买人民币应该是六七百吧 我不太记得了 反正挺贵的我印象中 某宝上有吗 某宝上应该有 但是不是这个 对 某宝上是头上可以发光的 也有 据说有兼容的 是吗 兼容的 但是这个豆板 我们不能山寨的吗 就是我特别想说 就是咱一会可以聊 就是这个盗版的问题 其实也挺讨厌的 我觉得我去环球馆城最大的 除了去玩 其实最大的一个目标 其实是为了补我当年那张门票 是吧 比如说有的电影 你可能是看的盗版碟 欠什么的一张门票 对 其实是为了补你那张门票去的 很多时候 补你那张电影票去的 这张电影票够贵了 我一次能补这么多呢 对吧 这么多IP呢 其实往往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买一个套房买一个假的吧 也不太好 是吧 总感觉 还是去那 就是那个情怀嘛 你就要买那个 真是在那个店里 你买到那样的东西 虽然你离开了那之后 再也没有碰过它 对 对 我家那现找的 那天要录节目 先找出来那魔杖 我今天也是现找的 你们这些有魔杖人以后 聚一下 亲戚 换一下魔杖 这样我们是麻瓜现在 而且我觉得就是买东西 可能也是去这种主题乐园里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 虽然价格都是有点虚高 我觉得 我觉得还好吧 我为什么觉得好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心理感受的 你到美国你是觉得什么都便宜 因为它是按美元算 对 你到日本发现什么都贵 这是一假象 这是一假象 很多人就是出国之前都被劝 说你到那花钱 你就别当那个 千万别换算 你知道吗 你换算就不行了 那你要到柬埔寨就更费劲了 到柬埔寨一个鸡腿一万多 对 所以在美国 其实我们在那个环境游泳城里 那天就是有人说 北京环境游泳城里面吃了贵啊什么的 我就想想当时应该没有什么感觉 反正钱就花了 但我觉得花人民币还是会更痛心一点吧 太直接了 太直接了 不用换算是吧 在美国我觉得还好 比如那个吃的 我们买那火鸡腿挺大的 那个大火鸡腿 然后我也忘了多少钱了 主题乐园里怎么都喜欢卖火鸡腿啊 对 解宝 解宝 而且它容易标准化生产嘛 所以像迪士尼啊 环境游泳城都卖大鸡腿 还有一个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买 我不知道北京的环境游泳城有没有 就是那个可以无限续杯的可乐 一个大桶 我不知道北京有没有 我觉得肯定没有 而且日本也没有 这是在中间 是吗 我觉得这是美国的风格 就美国人真的 美国冷眼店 对对 卖当劳里还是这么干 对 快船店也是这样 对 反正我觉得估计北京这一开 数字肯定是全球最高的 什么营业额啊 销售额这类肯定是top级的 那也是人最多的 我就现在已经开始脑袋疼 对 是这种感觉 真的不想一开始凑着哪去 但是有机会还是去一次 可是什么时候人少啊 对啊 除了内侧的时候人少 后面我觉得不会有人少 但是你以上海迪士尼为例的话 就是它还是会有淡季的 一定会有淡季 淡季还是会比旺季要体验感好很多 对我就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是淡季吧 根据迪士尼的经验 就是放寒假之前 嗯 一定是淡季 可以去 但是说实话 那个气温吧 对 还是不好受吗 对 所以就是到时候大家再看吧 我觉得过这个心情劲再说吧 看你舍弃哪样了 确实 对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个刚才说哈利波特这个IP真的是算是非常成功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 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哈利波特其实是实在华纳的IP 不是幻球影城的 是他们买过来之后双方联合搞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当时我们除了去这个幻球影城之后呢 其实我还去了一个地儿 嗯 就是实在华纳的影棚 嗯 其实也是可以参观的哦 你说这是影棚 他就没有那些体验的项目 就没有体验项目 就是就是跟当年农家乐一样了 就是只有那个参观项目 但是他那个参观项目做的确实是不错 有一句俗话说的好啊 叫初级影迷去环球 高级影迷去华纳 也不知道这俗话是谁说的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都分不清这两个的区别 他分不清这两个制片公司的区别 对 因为这个当时他在这一片菜地里面 除了环球影业在里面去做了这个影棚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影业公司 跟他同期的也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包括当年的这个 当年还不叫实在华纳了 叫华纳兄弟 嗯 他跟实在集团就做过一次合避 当年叫华纳兄弟 WB 对 就是WB 你要看那个眼睛就是WB 那就是华纳兄弟 这样一个制片公司的影棚 其实这个影棚的时间 甚至跟那个环球影城相比的话 可能还要更早一些 对 更早一些 也是从默片时代开始的 对 它是在另外的一片地上 但是这个华纳影棚 你进去之后 跟环球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环球体验进去之后就很喧闹 它是一个游乐场 这个更像是一个朝圣之旅 走高端路线 它不能叫高端路线 是让你更加沉浸于 你所喜欢的那个IP里面 就电影发烧友吧 它更多是美剧 你说一步 说一步让我们感受 老友记 哦 生活大爆炸 哦 对 E2 急诊室的故事 嗯 那你会体验到什么呢 嗯 它是这样的 它首先你要预约 这个预约必须在他的官网上 提前预约好 买好票 它有两个档次的票 一个呢是普通餐馆 一个叫豪华餐馆 我们买的是普通餐馆 但是好死不死的 我们又没买着中文导览 哦 啊 然后又是英文的 然后他到那前 在他的接待大厅 他是在一个 在他那个影棚 那个院子的外面 有一个接待大厅 叫号 叫多少号你就去上车 也是一个 但是比那个 环球影城那个车小 它就一紧 就是像那个 咱去看房 坐那个车似的 小电瓶车 小电瓶车 嗯 一车车可能坐个十个人 二十个人 人不到二十 十一二个人吧 最多 坐在上面 然后他也有一个江洁员 开车就带你 就进到那个影棚的院里去了 然后进到那个院里 你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那个 华纳兄弟的电影里 经常会出镜的 那个大水塔 你有印象吗 很多黑白片里会有 那个水塔 包括那个 米老鼠和唐老鸭 你在那个距离 你能看见那个水塔 这也是消防站吗 它不是消防站 就是当年的水塔 它一直没拆 现在等于成为它一个 标志性的建筑 就是那水塔 然后它就带着 你在各个的摄影棚之间穿梭 它有外景 外景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看到的 就是 一二 就是急诊室的故事的 这部片子 如果你不知道一二的话 你们应该知道一个演员 叫乔治克鲁尼 那是他的成名作 然后当时在电影里面 它的背景是在芝加哥 然后它这个急诊室的外面 这个医院的外面 有一个高架的铁路 它就那个高架铁路的架子 那些铁路的样式 现在还在那摆着了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不就是那个电影 那个场景吗 我就走到这个场景里面去了 就是这个感觉 那它会带着你在这个 所有的这个影棚里面参观 有的每一个影棚门口 是有一个牌子的 这牌子上会写 在哪年到哪年之间 拍过哪部美剧 哪年到哪年之间 拍过哪一部美剧 然后如果这部美剧 特别有名 它就会以这部美剧 来命名这个摄影棚 就比如说 我们这可能开一个 这样的参观的影视城吧 有一个我爱我家的场景 有一个影棚 进去以后就是 原来他们坐的那个沙发 没错 就是那样的 对 但是它里面的设备会 才是因为它还会转场 就是拍别的剧 但是它的门口会有 比如最有名的两部剧 就是老友记有一个影棚 生活大爆炸有影棚 其实我还想问 因为前段时间 刚出了一个那个 老友记十年 老友记重剧的 就是在那院里拍的 就是他们回去了 我当时还在想 他们那个场景不拆吗 它重新搭的 就是那个喷水 那个池子你知道吗 那个池子 当时导游就告诉我 那个池就在这个位置 但是那个池子是后搭的 然后就是那个位置 那几棵树中间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那是一片草地 在拍别的东西 然后这次 那个老友记重剧版 我们看那个视频 就是那个位置 他又把那个池子放那了 他是又重新搭了一下 又搭了一个池子 那他们那个房间里面 也是重新搭的吗 对 等于他们拍完以后 是会拆的还是 他拍完之后 就会把它拆掉了 那你们去看的时候 是怎么 我们去 他让你进影棚之前 必须要把手机都收起来 绝对不允许拍照 才会让你进去 然后有的影棚 是正在拍其他的美剧 你能看到的 有的就是一个空的影棚 让你感受一下观众席 因为美剧的拍摄过程 都是有观众席的 尤其室内局 有观众席 他要收你的笑声 然后他在上面挂着 好多好多的麦克风 就是咱现在录音中 用的这个舒尔 SM58的麦克风 挂着好多 他去收听众 那个观众的声音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是生活大爆炸 刚刚拍完最后一集 所以能看到 能看到观众席 然后生活大爆炸 最后一集的时候 其实他也播了 那个摄影棚 里是什么状况 就是那个摄影棚 但是他东西已经撤掉 撤哪 一会儿我在说 还能看到 然后你会看到里面 搭那个场景 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是一个棚 然后你 这些棚你都可以进 都可以进去参观 只要他没有拍摄任务 你都可以进去参观 然后同时 他还会带你参观 道具车间 就是蝙蝠侠的那些车 在里面 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场景 是哈利波特 你记住 哈利波特是 史乃法纳的IP 所以他那东西 才是真的哦 他并没有 演员穿的衣服 用的道具 骑的扫把 摩托车 全在哪 他是很好的陈列了吗 很好的陈列了 精致吗 我想问 非常精致 就是真的 就是电影里面 那个 当然他如果是做就感的 那就是揪的嘛 对吧 因为镜头有的时候 他会优化嘛 就是对道具什么的 我就怕 我就非常害怕 当你看到这个 对 看到真实的道具 他并不精致的时候 那种幻灭感 哦不是 你会有一个 非常亲切的感觉 然后我去的时候 海王刚刚播完 海王中的那个 做那个 三叉戟 对 那个三叉戟 然后做的那个宝座 都在里面 可以做一下吗 可以做 说其实坐 拍了一张照片 拿着那个叉子 我的疑问是在于 他在拍摄的时候 他能预想到 这部剧能火 然后这么多影迷来看 还是说 他所有东西都会留一下 他不是所有都会留 对 所以他有 电影的IP可能 就是马上我能看到票房 我能够有一个决策 适速的 对 但是有的剧 除非说像《老友记》 《特殊大夫》 还是拍了十几年的 甚至更长时间的剧 它的东西 它会被保留下来 对 因为其实每剧 有这样一个特点 它每一季 每一季往后续 其实是基于 大家对这个剧的欢迎程度 如果它续的时间长 就可以证明 这部剧是比较成功的 所以它是基于 这个东西来判断 其实还有很多剧 但是咱国人就有的是不知道的 就是只在美国放 或者它那个风格 不是咱国人喜欢的 也有很多这种 但是咱国人最感兴趣 就是《生活大爆炸》 老手机 一二 这些 就这些剧是比较那个 所以它这个商业化很完整 就是不会说措手不及 哎呦 没有想到它活了 然后先去找这个 先去布景 先去回忆 没有这样一个 对 然后它其实这个参观的高潮 是在最后的环节 它会给你带到一个商店里面 但是它不是一个商店 它是一个展厅 这个展厅里面就完美的 用原先的道具 还原了老友记 声和爆炸的拍摄场景 你是可以坐在 那张沙发上去拍照的 哦 就是原版的那个道具 那个沙发 那个椅子 这收费吗 这个 呃 你可以免费拍照 那个照片 如果你不要 它洗出来的照片 就不收费了 哦 套路是一样的 是用它的相机给你照 它照的 肯定是剧照的效果嘛 非常好 你肯定会要的 没有人不会要的 也是补 补那个什么去的 对吧 补收拾费去的 对吧 大家都是 这个感觉去到哪 当然它那个英文讲解 如果大家听不习惯 最好还是约中文的 中文不是每天都有 我觉得它靠着一部剧业 足以吸引大家去了 呃 真的 很多人就是专门 为了老有机去的 嗯 这需要在网上预约吗 就是在它呃 呃 时代华纳的官网上 就可以预约 它有这个影城参观 的这个 我觉得我又有了 又有了新的目标了 是吧 对 而且你还可以预约 它现场的拍摄哦 嗯 我那天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个人 在我们去之前的几天 约了 约到了生活大爆炸 最后一几的拍摄 哦 那也太厉害了 那个票是需要抢的 你如果抢到 你就直接去就行 明白 能露脸吗 不露脸 你都是那背景音 你是那笑声 你的声音会被历史留存下来的 对 你可以在播的那集里 使劲找出你的声音 你可以发出一声怪叫 所以那个整个的过程 然后你从那个展览馆出来 它里面有很多展出 包括当年 他们那些写剧 那些剧本 创作过程 都是有很多的 那个留存的 包括道具啊 等等这些 都有很多的留存 然后你出来之后 还可以抱着他们得的那个爱美奖的那个小金人拍照 然后拍照的 那个是真品 不是复制品 然后拍照的时候 要求你把戒指必须要摘下来 不能划坏它 然后可以拿着那个金人去拍一张 然后我看那个舒淇拍一张照 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小金人是 一二 机身室的故事得爱美奖的那个金人 就是那个金人 你知道那个多激动吗 如果你是这部剧的剧迷的话 你真的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你真的摸到了它 而且就是那个东西 那整个这个参观下来有多长时间 应该是两三个小时总有了 半天 半天可以 你要安排至少半天的时间要去 然后呢 出来之后 再从那个小金人出来 就是老友记里面的那个咖啡厅 就是那个咖啡厅 看看说明其实这些主题乐园也好 影城也好 还是贩卖情怀啊 对 对吧 就是叫center park 对吧 那你说那个豪华票 豪华票是一整天的行程 管一顿饭 然后你可以进到制片人的房间里 去看他们是怎么创作这部美剧的 那吃的饭是不是也是某个美剧里 经常出现的套餐一类的 不知道 我准备我下次去约 但是豪华版没有中文的 对 看来中国人都不喜欢玩豪华 应该豪华版还挺贵的 就豪华版就得是更专业的 而且你是可以走进他正在做道具的车间去看的 可能他就是这个行业里的人 我觉得 对对对 或者真的就是本土的人吗 我觉得可能就像咱们看中文的电视剧 几乎很多经典的都知道 但是美剧并不会这样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就像你说的 应该就是行业里的人 才会更感兴趣整个的制作过程 我在那个中央公园的咖啡厅里面 在那吃饭 然后旁边就是某部美剧的制片 然后在那讲剧本 画那个脚本 分镜头 画分镜头 你就真的就能看见 这就更沉浸式了 非常沉浸 然后出来之后就是纪念品商店 你能买到捞油机里的那些东西啊 生活大爆炸里那些东西 你都可以买走 这也不太适合小孩去 小朋友可能盖的不到 对对没有娱乐项目 他可能盖的不到 但是大人可能 尤其如果你是一个美剧迷的话 应该非常 对 这个要是一战是又玩了环球影城 又玩了华纳影城 是吧 对但是你可能一天 真的不可能两个都玩了 你可能留个三四天的时间在那边 其实还有其他的 还有那个 其他的一些制片公司的影棚 好像也是能参观的 但是就不像这两家这么有名 对 而且都要提前约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会发现美国的这个 电影电视这个产业的这个IP啊 真的是给你挖掘的淋漓尽值 让你把每一分钱都掏出来 不仅仅把电影票掏了 你还得把周边的钱给我放在这 真的 是 说到这儿 工业化 说到这儿我还有点遗憾 就是其实咱们也可以嘛 刚刚你说到那个我爱我家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国内要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一定要去 对 国是有个现成的范本在那摆着 对啊 但是没有人去做 其实以前应该咱们 国内应该也开过一些类似于影视城这种的 有的 我去过那个城是什么的 我去过那个宁夏的那个沙 沙坡头还是中卫 我忘了 那个影视城是拍大话西游的地方 哦 中卫那个是 对 拍大话西游的 没错 那个是周音小姐姐 对 但是我觉得听上去 我的感受听上去 他就IP发掘的没有这么好 首先他原先那些道具可能都已经遗失了 但其实是可以重新搭的 我穿了 当时我们有在那穿那个衣服都是那种 就是普通景点里边给你挂一排衣服 然后你可以穿上拿个件 然后比在他脖子上什么的那种 就那样 然后交十块钱 就是没有绝对的特色 对 真的他这个IP的发掘真的非常非常强 包括他出来的纪念品商店里面卖的东西 做工就是绝对不是像咱那边一看都是小商品城出来的 他就是电影的这个IP 这个做工 咱们也没去过什么恒店啊 因为我在我只要打开斜程 他总是给我推送恒店两日一夜游 两天一夜 恒店其实真的没什么可看的 说实话 就是一个微缩版故宫嘛 小小世界 类似于那个 所以国内这块发掘的确实不是特别好 你看最近这个像方特啊等等 其实也在试图去发掘一些IP 但是你总感觉就还是差 就差一点感觉 当然人家做了一百多年了 你也没法这么跟人家比对吧 还需要时间 真的还需要时间 但是我还是 反正这一趟走下来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多看一看 尤其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内容创作者 你会知道他这个背后的 当然这期节目 咱篇幅有限 就是资本啊 商业这块的你就不讲了 其实他在这里是有很多的逻辑和门道的 你一部美剧 为什么会被别人看 是怎么做出来 怎么过五官斩六将 几季几季的续下来 其实这里是有很多的逻辑和套路在里面的 不是我们想的 说运气好 这个老狗剧 都拍十几年 不是这样的 对 他有很多的策划呀 等等这些过程在里面的 包括你后面 IP的发掘 持续化的这些东西 包括你像 JK罗林后面 哈利波特后面这几集 甚至就是专门为这个电影所写的 有很多的地方 其实是要联合起来去创作它的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对 是但我听你这样讲 我觉得还是因为 美国它这个产业还是相对垄断的 极大巨头 它可能更有实力 而且它也掌握足够多的IP 但是你比如说想到了国内电视剧 如果哪些场景好 我可能想去看 一个我就刚才说的我爱我家 另外比如说五林外传 我可能也会想去看 但是这两个 我估计可能不是一个公司 就你怎么样再把不同的IP 能够整合 是 它形成一定规模 对 对吧 就是还是产业和资本 没有发展到那样一个程度 当时这些剧也是分散 后来就是通过这个 合并啊 资产重组 你看华纳兄弟到时代华纳 其实都是有 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又说回这个环球影城 我觉得 今天算是北京环球影城的 开业的日子 也是中国第一家的 这个环球影城 所以可以给大家一些攻略 是吧 所谓都去过的同学们 觉得有什么攻略 可以给大家 我最近也是看抖音 有一些体验去的人的 他们提到的 我觉得可能 有类似的地方 就是要早去 就是我记得 我去美国 那个就是 大概七点前 就可以入园 然后入园之后 迅速的抵达 未来水世界 当时的状况 就基本上 等了也就十几分钟 排队 进去之后 基本上做的还是那种 C位的位置 然后一下那种感官刺激 让我感觉特别兴奋 然后之后再去 当然也是有导游 带着我们再去 什么变迹 应该再去哪儿哪儿 就基本上每一个景点 也就等了不到半小时 就确实提前 他都设计好这些路线 什么的 反正我觉得就是 就就就就 就还是多做功课吧 对 但是可能中国还有特殊性 就是人永远多 可是你说那个我觉得 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些内测的 有一些这个up主啊 就会说 比如说在七点半之前 就要到这个地方 可是你别忘了 现在所有人都会看攻略了 对 所有人都知道七点半之前到了 实际上这是旅游界的一个内卷 我觉得 就是 但是我觉得所有人都知道 但是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 但肯定有四五点就开始排队 对啊 我觉得就是放平心态 放平心态跟日本人学 你别指望这一次都玩下来 买年卡 对 没年卡吧 有年卡吗 我觉得会有 我忘了美国那个有没有 对 但是 我觉得会有 像Fast Pass 但是它是不是叫Fast Pass 我忘了 叫什么 就类似 叫Express还是叫什么 反正就是那个速通卡 对 是吧 就是你可以免排队 那个我觉得财力OK的情况下 可以搞一个 这个年卡爱好者 可能还得再办一个 就北京这个 对 如果有年卡 我肯定会办的 但是我觉得像 我以前会觉得 买Fast Pass没有用 因为我在日本实战的经验 就是它可以有一些免费现场领的 像迪士尼里收 可以比如说你到一定时间 你先领一张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可以使用完第一张 就可以领第二张 其实真的会很多热门的项目 我都实现了二刷 就如果你把它合理的分配好 这个时间的话 也不用很早顶门去 没有很早顶门去 但是在我今年去上海迪士尼之后 我觉得这个想法改 改变了 我觉得在中国如果要是想体验感好的话 一定要买Fast Pass 就是一定要买这个速通卡 就真的你想象不出来 在国内的这个游乐场 它会有多少人 你会排多长时间 就真的是你买这个 也会给你节省很多时间 然后你会有更充足的时间 去体验那些不用做的项目 对 更好的去体验乐园里的这个氛围 这个排队 我是当时穷啊 没买这个速通卡 然后基本上每个项目都排了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 侏罗纪公园那个项目 排了三个小时 太长了 太长了 真的 疯了 就是排的 收起鼻子直流血 你说到这 我忽然想到了 这有一个秘诀啊 也不叫诀窍 就是可以偷鸡取巧的地方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 当时也是因为有 有这个类似于领队带着我们 就让我们快速的去做一些项目 因为时间有限 走单人通道 对 Single line 就是走单人通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 它就是比如说有 特别有利于单身狗 你自己去 你不是单身狗 你也可以去 对 只不过你就不能 跟你的朋友坐在一起 你就在填空 是吧 这空一个你坐那 那空一个你坐那 那个不用等 基本不用等 很快 反正在日本的时候 也会等一会儿 但是会少很多时间 可能是日本单身的人比较多 有道理 中国单身的人也越来越多 真的 这个绝对是密集 就是走单人通道 但是不知道 它有多少项目 会开这个单人通道 对 因为在迪士尼 我会认为 是不是有很多 有单人通道的机会 它不是都有 对 它大部分是fast pass通道 就是你花了钱的通道 那个很畅快 都有 而且建议大家 大家一定要下载官方的APP 你能看那排队时间 不仅是看排队时间 我今年去上海迪士尼的时候 正好赶上它五周年 它还可以在 就是你在那APP上面 扫一下你的票 然后你就可以及时看一些演出 你可以用那个系统来预约 预约 甚至是它还可以抽奖 因为赶上五周年可以抽奖 就可以抽Faster Pass 花钱买 那好贵的 150块钱平均一个项目 但是我就抽中了一个 雷鸣山漂流 是什么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漂流的 就真的到那完全都不用等 你到那开始排 然后就开始找这个雨衣 竟然雨衣还没有穿上 就排到了 就特别快 所以说花钱 这个钱是值得的 等一下 你说的是迪士尼的 迪士尼 迪士尼 我认为它其实是相通的 人民币玩家都是这样子 对它是相通的 我觉得珠峰刚才说 要放松心态 我在想是什么样的佛系心态 在这种环境下 我跟你讲 我去洛杉矶那个幻球养城 就是中午才到 刚才吃了一个午饭 吃了一个火鸡腿 我才开始玩 因为我不觉得 我每个项目都要去 然后排了三小时 下午五点了 那个是时间最长 但是其他的都是半小时以内 对 那你的目标不是说 去打卡某一个项目 而就逛闲逛 对啊 对啊 就体验这个乐园 就有心态不一样 对 其实我做项目 就像刚才我说 那种遥远消逝的项目 确实也不是我感兴趣的 对 所以要买年卡吗 你今天去了 可能就做两个项目 但是你玩得很开心啊 我告诉你这一节目之前 我就应该联系一下 环境永诚带货是吧 先让咱们四个去体验一下吧 对对对 真的 而且哈利波特那个园区 基本也不存在什么排队的问题 因为你看的是那个 景区嘛 对吧 你说你去个厕所 还能排队吗 可能也用 反正就是没有这么夸张了 就所以还是一个心态问题 想听淘金娘的哭泣吗 排队吧 哎呀 其实我还有好奇 就是比如北京开的这个 它会有一些更高科技的项目在里面吗 反正目前我没有 好像据说有一个好莱坞影棚体验 但是跟张一谋一起合作的 做的这么一个项目 在城市大道上 对 这个城市大道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在进了环境永诚城 之前你要走过一个商业区 它叫哈莱坞 呃 城市大道 应该叫 两边都是商店 嗯 上海地市也是这个模式 对 这里呢 是有一些攻略的 比如说 像美国的那个呢 它有一个好处 比如说你买魔杖啊 等等这些东西 它要比里面便宜 啊 是吗 对 要便宜一点点 价格还有差异 对 要便宜一点 也有很多更好玩的东西 其实也是可以转一转的 对 这个是 对 好像北京那个就是去买东西的 都不用买门票 就可以去 是吗 对对 对 它是过了这个环境大道才要票嘛 啊 这个这个大道是不需要票的 对 是不需要门票的 就是说你消费 其实不需要你买门票 你只消费 纯消费 到那公园门口 它才要让你要票 对 对 所以是这样的 嗯 所以 像上海的迪士尼小镇一样吗 对 这么一样的 是吃饭 购物 消费的地方 就是商业街嘛 对吧 然后 哎 我觉得 这样吧 这期 看上去是给大家种了种草 然后呢 我觉得可以把我们去环球影城 还有这些像好莱坞的这个华纳影棚啊等等这些照片 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让大家去先看看照片种种草 是吧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金乐道播客 天津的金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金金乐道播客里面 你订阅完这个公众号之后 回复 嗯 回复四个字 叫环球影城 哎 这四个字没有什么奇异啊 就环球影城 那个环球影城 然后呢 你回复完了之后 就可以得到我们一个连接 你可以进到我们相册里 去看我们在这几个环球影城的一些实地拍的照片和体验吧 觉得可以作为一个节目延伸让大家听一听 这个节目真的没有赞助吗 真没有 我想有 是吧 对 其实就是我们应景这个录这期节目我们蹭蹭热点 是吧 然后当然同时也是阿福一姐还有小黑 他们也会在金金乐道里面我们也在策划 是不是让他们单独做一个栏目啊 因为他们本身是三个媒体人 其实每天都有很多想要表达 但是在其他的渠道有不好表达的这个观点 观点和想法 所以呢 我们想请到三位嘉宾回头可以在金金乐道里面专门去做一个栏目 这栏目的名字其实我们还没想好 对 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或者对他们三个人有任何的期待和这个建议的话 也欢迎给我们留言 然后也欢迎大家去期待一下我们三位新主播的新节目 我们也很期待 太好了 大家都其实都挺期待 那天我们做策划的时候还在做策划 做策划的时候 我们还是真的是蛮期待的 因为我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话题想聊身并不容易 必须是在这个媒体行业内的人能接触到更多的媒体资源的人 可能才能知道一些背后的故事 咱所谓的背后故事不是说内幕是吧 是一些更深度的思考 我觉得可以请三位新主播给大家去输出一些这方面的观点 希望很快能跟大家再见面 对 应该很快吧 应该很快 看我们的策划的时间吧 我们大快 对 行 那我们这期环球影城的播客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吧 也期待大家看看北京环球影城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开业 大家如果去的话也欢迎把你的体验反馈给我们 对 再说一句 如果环球影城真想请我们四个去体验的话 我们非常欢迎 随时准备着 行 那我回头我把这期节目发给他们 让他们听听 行 那这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同时您也可以收听我们制作的更多博客节目 科技乱顿 品质生活 津津有味 厂长来了 拼娃时代 串台 科技先生和南海之下 在您收听的平台上直接搜索 即可找到以上这些节目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帮助 欢迎以购买周边产品的形式来支持我们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金金乐道博客 天津的金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进入周边产品菜单 购买即可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的更多讨论 可以加主播的微信号 DAO160301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本节目录音设备由罗德麦克风 有请赞助